有的猫叫着叫着就不理你了 当你夸猫咪可爱时 当你第一次和女粉丝见面 琪琪快醒醒 以后有个粉丝在姐姐过来看你 听说好像给你带了礼物 来了来了 你是 我是紫萱 她是闺蜜 我带一个礼物 哦对了 我有这个闺蜜 到时候也接下给你 啊 高考结束后猫咪都在家做什么 学说话 跟我读奶奶 学表演 吃饭 想吃什么你自己选啊 拉石 陪奶奶看电视 睡觉 当我妈 当我妈趁我睡着 又来偷猫被我揭穿后 妈你干嘛 如何管教不吃饭的猫咪 如何管教不吃饭的猫咪 把饭吃了 你吃不吃啊 不吃喂狗 没你事了滚吧 滚 滚 还吃不吃啊 当猫咪喜欢和奶奶看电视 不理自己时怎么办 不理自己时怎么办 爱你是什么感受 从不嫌弃你 会热情地奔向你 哎 走偏了 每天都很黏你 两个人眺望远方 以为爱你醒了 为什么要养折尔猫 这是大家一直在问我的问题 其实七七是我养的第一只猫 当时没经验并不知道七七是折尔 后来当我知道七七是折尔时 我也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照顾好它 养折尔猫和其他猫不同的地方 在于要定期去医院拍片子检查 时刻关注它骨骼的变化 一旦发现了有发病的症状 就要及时地用药物去缓解 当然除了日常的检查 驱虫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平时用的是大宠爱 它是内外同驱 同时预防驱除跳蚤 尔满 回虫等七种常见寄生虫 最重要的是它的成分很安全 即便猫咪舔毛也没关系 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们有选择猫咪的权利 但是不管我们选择了谁 我们一定要对它负责到底哦 当你养猫后妈妈有哪些变化 歌颂这种平凡 一旦去床不完 汤中入山 听起来也不自然 回头去看 这是说了谢谢 反而才亏欠的情感 哦哦哦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 足够我在这年代蓬勃 足够我生活 很少的情况不能用来挥霍 妈我饿了 你滚 哦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 猫咪和不同人亲亲时的不同反应 和奶奶 和爸爸 猫咪的一天 这件怎么样 七七看镜头 还记得那个叫奶奶的小猫咪吗 今天奶奶出去没有按时回来 她等了好久 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到了晚上十二点 她就一直在门口坐着 你要出去吗 奶奶已经睡着了 走吧回去 有一个很爱你的猫咪是种什么体验 七七 七七 奶奶叫你 七七爸爸回来了 奶奶也来了 要不要看电视啊 和奶奶一起 咱们不斜样就当做浪漫 咦 走偏了